大家好 包子太混蛋 我们扯扯跟健康 每天要扯包子 包子里在西安 在那里做秀 但是很多个观察家 尤其是中国的民间的观察家 看出了其中的大名堂 然后我这边收到一些很有趣的段子 很有趣的说法 跟大家扯吧啥吧 真的是包子太混蛋 扯扯跟健康 说不定扯着扯着 就大家把他给扯死了 中国人民又翻身都解放了 是吧 很重要 说包子这么大的场合 你说是不是 按照一般的情况的话 你得搞这么大的阵仗 你看他那个场面 红哈哈的 是吧 真是喜庆 他自己认为是喜庆 其实血红色这个东西不吉利的 完了以后 现场搞那么多的姑娘 一个一个的都挺白的 肉挺多的 白花花的肉 完了以后 穿着低胸的衣服 为什么呀 重返圣唐啊 唐朝 细胞子想回回到唐朝当皇上 是不是那女的一个一个的穿都挺爽的 肉挺白的 还有凶都挺低的 因为我看到那些个中什么中亚的几个那个穷逼屌丝国家的领袖领导人 我都眼睛都看直了都 盯着人家的小姑娘的事业线看了好久 的确挺漂亮的 我觉得也挺漂亮 我要是现场看的话 我估计我都有反应 至于吗 是不是 搞这样呀 是不是 说细胞子啊 因为他小时候穷 你知道吗 穷 他特别喜欢胖女人 那为什么喜欢彭丽丸呢 是不是 彭丽丸胖啊 胖乎乎的 肉都都的 是不是 是不是他年轻的人就胖啊 可以埋住细胞子的脑袋在里面蹭啊 喜欢 凡是穷逼 说话说话 凡是穷人出身的人都喜欢胖姑娘 比人也在列 可惜我最后找了个媳妇不胖 终于观念秩序有了一个巨大的更新 真的喜欢胖乎乎的 我以前有一个哥们在北京 人民日报的一个叫编外人员 林世公 跟王志安脑是差不多 完了以后呢 说话特别像一个副总理 或者香港宣传部的部长 穿着一个习近平胡锦涛 温家宝穿的那种灰布垃圾的夹克衫 自己买了一辆这个什么 奥迪A6的黑色的公务车 在北京那绝对是耀武扬威 那真是一走去都还以为是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 要下基层了 牛逼哄哄的真的是 他那就找了媳妇 那哥们自己 1米65找了1米7的姑娘 1米7挺好啊 关键他胖啊 贵一块200斤 哎呦呦呗 浑身都是肉啊 每一天把他压的是透不过气了 他还挺骄傲 经常跟我们说 哎呀 我老婆很漂亮啊 我老婆每次洗完澡以后 从这个浴室里出来 又裹着个毛巾 那你那个场面 我都醉晕了 我说太胖了吧 太胖了吧 他说不啊 胖好啊 他说我找这个媳妇结婚的时候 然后有人说我媳妇太胖 然后完了以后我爸就跟我长谈一次 是吧 我说谈什么呀 家里有胖气啊 万事如意 赶紧取江回来 是不是 我先想是不是你爸也想上他们儿媳妇儿个爬灰呀 挺有意思的啊 你说你这么大一个峰会 你搞几个那么胖嘟嘟的 肉骨骨的姑娘在那里给他们看 因为他们那方穷鬼呀 是不是 有人说的好什么 中亚峰会 五国峰会 就是一个穷逼过来淘点红包呗 还能说什么 你看人家这个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G7的日本的峰会 那些简约朴素 是不是 吃个饭就几个菜 两两菜一汤 哎呦 你看那个什么 中亚峰会的那个那个餐厅 那个牌场 全是金哈哈的 那个什么黄金桌的啊 真的是餐具 那就极尽奢华之能事啊 真的是看得让人生气 为什么呀 你想想在南方这个季节 很多个这个什么东莞啊 广州啊 深圳啊 攀育啊 就那些个地方 是不是 过去都是全国的农民工跑去找工作 现在都找不到 找不到那人家又不想回去 是不是想坚持 但是也许找到工作呢 他这一回去要车票钱也很要几百块钱也很贵的呀 一回去就不会出来了 在家里又没钱了怎么办呢 回去你没有钱带回去 媳妇也要骂你呀 你个死没出去 你回来干嘛 赚到钱了吧 有一个一个的农民工 那就睡在马路上面 真的 还有的人就是好几天都没吃饭 饿得嗷嗷叫 跪着求人 行行好吧 给点饭吃 要饿死了 找不到工作 这些人都这样子的 找不到工作 立马就陷入饥饿 居无定所 以前读那些诗啊 就是叫做猪门 这么久柔臭 怒有冻死骨 现在没有冻死骨 现在怒有饿死骨 那席包子真是确责啊 极尽奢华人士 真是 开口就给人家260亿 是吧 哎呦喂 大撒币 结果听这个 我的兄弟们告诉我的啊 说西安前一下 中南海下水道的兄弟们告诉我的 说那些个人过来是 当时是谈好的一个人给50亿美金 结果现在就给了50亿 给了50亿人民币 人民币有什么能用啊 是吧 人民币你只能买中国的东西 是不是 你还能买什么呀 买不了什么东西 再说你人民币就细胞不就是一句话嘛 是不是 你自己想硬就硬 没人管着你 所以他们其实挺不高兴的 就是一直在谈 说私底下谈 说习主席一开始 请他们来开会的时候 是说一个人给50亿美金 这50亿不多的呀 你想想 那个菲律宾的总统 跑到美国 跑到北京的转的一圈拿了多少亿啊 30亿 柬埔寨的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250的这么一个国家 10亿美金 是不是 你这么中非五个国家一个人给50亿人民币 是不是 那才几亿美金 好不好 搞什么搞啊 不到10亿美金 说他们很不高兴 就这个事儿一直没谈妥 所以国内的人呢 骂翻天 说骂这个细胞子打撒币 就是败家子 一打撒币就250亿 那解决多少这个失去儿童啊 那解决多少这个 哎呀 这个贫困家庭呢 你放心呢 人家看不上呢 人家要美金呢 所以有人就看到嘛 说骂包子整个会场 真的 跟他的老婆 胖老婆 胖兜兜 肥猪猪 胖兜兜的老婆 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什么呢 满面的愁容 是不是 满腹的心思 那彭丽媛早之前看见他还挺漂亮的 是不是 不知道为什么 脸都歪了 一边脸大 一边脸小 黑乎乎的 是不是 失去了往日的那个贵气 一点都不好看了 整个浑身的肉都往下掉 是不是 下垂的不行了都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你这么大的事情 你吸包子好不容易搞这么大一场面啊 你为什么满腹心思呢 为什么面思憔悴呢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中国的一些个民间 看相的大事 是吧 面相好不好 你看我的面相好不好 是不是 有人说我的鼻子大 鼻子大 所以还有人说我手上的肉多 是不是 不缺强化的 还真是 这是北京的一个大老板 我去采访他跟我说的 第一次见我 哎 不错啊 小伙子不错啊 还跟我握了一下手 又把我的手摸着摸着看了一下 说小苏你以后不缺强化的啊 果然被他说中了 虽然我也不是个什么富人 但是我真不缺强化 哎 看相大师 你别说 他有时候说一两句很有意思的话的 哎 到底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满面愁容呢 是不是 为什么你满腹心思呢 为什么呢 说这个三件事情困扰习包子 笑不起来 第一件事情呢 是这个 说这个俄罗斯这边不是牛逼轰轰的导弹吗 是不是 说不定美国的爱国者 拦下来了 是不是 俄罗斯呢 说自己没拦下来 但是呢 西方主流的媒体都报道说拦下来的 到底谁说的谁的话真的是假的 不知道 反正习包子就胡疑 如果俄罗斯的导弹都能被拦下来的话 那台湾有那么多的爱国者的导弹 那分分钟不把你拦下来 你有个暖用啊 没用是不是 想起这一点 习包子就寝食难安 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说身边的人呢 其实有些人呢 跟他不在一条心上面 觉得这个经济不好 就老是给他汇报一些不好的消息 他都知道 比如什么青年失业率 比如说大量的外企都走了 是不是 比如大量的工作 大量的人失业 没工作 比如农村搞这些 他都知道 是不是 有些人就是故意给他添堵 其实他心里明白 是故意给他添堵 他不想知道这些消息 想两耳夫问窗外字 是一心只喝茅台酒 是吧 但是他他妈的要给他说 他就知道了 就不高兴 第三是什么呢 第三是他跟彭丽媛吵了一架 吵什么架呢 这都是北京饭局的段子 彭丽媛这个人呢 也是穷人出身 是吧 山东西角格拉里出来的 也是彭丽媛跟我们差不多年纪嘛 是不是 比习近平要小个十几岁嘛 觉得你教训一下中国的老百姓就可以了 你还真回到文革呀 那到时候饿死人 那怎么办呢 他就说你死 那我如果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不成的将亲呢 被坐牢的呀 或者像奇奥塞斯库和他老婆一样 我们要被枪毙的好不好 差不多就得了 劝过习近平啊 不要 就有些事儿 失可而止 是不是 总归要过日子的 说 包子就大发脾气 说你那个死婆娘 你还有本事教训我了呀 你懂还是我懂的 你懂什么呀 这西包子的口头传 是不是 但是呢 这么大的国际场和老婆不去不行 是国宴嘛 是不是 那第一夫人不到场来怎么行呢 所以两个人呢 就是一个脸朝东 一个脸朝西 你给我一 你给我一个黑脸 他也给我一个黑脸 两个人黑着呢 一点都不高兴 是这么一个情况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们也不知道 反正包子太混蛋 扯扯跟健康 谢谢